一场疫情,时代领悟 嗨,大家好,我是悠悠小姐姐 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 一场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都必须被迫宅在家里 无法出外,无法上班 因此更多了时间冷静思考 明白了十样事情 珍惜生命,要有存款 学会极简主义生活 学会看书 适度运动 提高个人卫生和健康 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激化自己想做的事情 努力工作 积极心态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更是关系到健康的重要性 好多人面临着生死 每一个人都面对着新冠肺炎被感染的风险 更别说是抵抗力交落者 年长的长辈 感染机率更高 全球人民的健康都面对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 以前都会觉得自己还年轻 什么都还来得及 毫不警觉在挥霍自己的健康 甚至熬夜都没关系 一场的疫情 让我们更明白的是 珍惜生命是多么如此重要 只要是活着 只要是活着 往后还有机会去完成更多想完成的事情 有了健康 才可以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质本 当生命真正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真正明白生命的意义 学会珍惜 要有存款 必须要养成存钱的习惯 疫情期间 政府执行行动管制令 包括不能外出上班 没有收入 房贷 车贷 信用卡 账单 怎么办 在人人都很难预测疫情几时结束 而你的存款还可以维持多久 对没有存款 没有收入的人来说 每天都好像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没有收入来源 反而自处不断 每天晚上睡不着 压力山大 心态遭受消沉的打击 有存款的人可以在家安心学习 安心陪伴家人 有个安宁的新生活 度过这场疫情 学会极简主义生活 极简主义是一种生活理念 极简和节简截然不一样的概念 节简在于省钱 购买便宜 品质低略 比如说一双鞋可以便宜可以买很多双 但是容易破顺 弄伤双脚 极简是需求注意质量而非数量 学会看书 疫情期间行动都遭受限制 无聊无趣 学会阅读看书 没有把学习的心停止下来 无法外出 但依然吩咐自己的精神世界 让自己更理智思考 好好利用这期间 充电 充电 适度运动 当然行动都遭受限制 户外户内的运动都被禁止 但不会因为这些种种原因条件下而停止运动 在家也可以适当做一些运动 保持每一天运动30分钟 运动锻炼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关键作用 能让人保持正能量心态 只有身体好 抗病能力越强 提高个人卫生 是的 个人的卫生是对个人健康防护 竖起了很大的作用 群洗手戴口罩 公共场合保持距离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不仅对自己负责 对家庭成员也是一项保护 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疫情更是促进了跟家人的关系 无法出外工作 更多时间留在家里陪伴家人一起抗疫 一起吃饭聊天 互相鼓励 互相取暖 可以多点时间陪陪父母聊天 多点时间看着孩子长大 夫妻更多时间相处 学会珍惜每一段时光 计划自己想做的事情 疫情期间除了陪伴家人 运动学习以外 更需要给自己的未来一个计划 设定目标 有了清晰目标 才能计划自己想做的事情 把想法化为行动 让自己进入自律的状态 设定好先后排序 订好时间段 一天一点小进步 达成设定的目标 努力工作 工作是培养我们有生存技能 有了生存技能 才能给予我们生活的成本 才能安心过日子 以前很多人动不动就要换工作 动不动就不干了 动不动就很辛苦 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试想想 是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还是你没有好好培养这份生存技能 积极心态 疫情发生 打乱了我们一般的生活节奏和习惯 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困扰 焦虑 忧闷 烦躁 等 消极情绪逐渐增加 在这个特殊期间 我们都必须理性看待 自我调节情绪 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 远离 负面极端 不良信息 保持心情愉悦 规律作息 想想生活中的趣事 把那些负面情绪掩盖 积极心态才能让我们走出困境 在这种特殊状况 每个人身心受创 饱受压力 健康威胁 疫情 无情 人 有情 学会在逆境中寻找出路 学会在逆境思考 学会整顿自己 我们在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中 学习到什么 冥冥中 自有生意 一场的疫情 它提醒了我们很多事情 让我们领悟了不少 时时刻刻需要自省 珍惜活在当下的每一天 好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悠悠小姐姐 喜欢影片的话 给小姐姐一个赞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